欢迎大家来到万门大学的粤语课 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讲关于实境对话之中的一些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会为大家说的是 比如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通过一个手机 我们需要去跟对方沟通 我们想要问一些对话号码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语言 以及呢我们如果需要找某些人的时候 我们又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询问 当然还有一个过程呢 就是如果对方不在 那么呢我们又会怎么样去回答 这一切呢都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还是一开始先进入课文的部分 为 这个一开始这个音呢已经是大家要记住 是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我们普通话我们说为 当然我们越语呢是 喂 喂 喂 你到是吗 某个电话号码 就是你到就是 这 这里 你就是这 到就是你 你大概这个方位的意思 这里 是不是 某个电话号码 啊 啊 大事啊 我随手一做 或者说呢 是我分的一事 然后呢 如果对方呢 我可以跟你说一声 谢谢的意思 但如果我们用在一个巨手啊 这个就可能是更像是 普通话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找一下某某人啊 那么这个不好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词来表达的 然后这个文 文 其实就是粤语啊 就是普通话之中的找的意思 所以等于说 这个麻烦你 麻烦你找张先生听电话 等于说就是麻烦你找张先生听电话 那么这一句呢 就是 这么一个发音 然后下一句 他刚刚 行开走 他刚刚 行开走 他 他 刚刚 是刚刚的意思 等于说 他 刚刚 行开走 这个走呢 是一个 等于像我们普通话的一个了 等于说这动作呢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因为他走开了 这个 走开了 就是走开了 等于说他 暂时不在这边 他刚刚 走开了 粤语呢 就是他刚刚 走开了 然后下一个 我们看这个 等一旦 你再 打来了 等一旦 你再 打来了 就是 等一会儿 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呢 在粤语之中 我们要表达一会儿 就是这个会儿 或者是你 你回头再打来 这个 这种时间的 这种状态呢 我们是用震 一震 两震的震 来表达的 等于说 你等一会儿 再打来吧 所以是 等一震 等一旦 你再 打来了 这个 这个呢 就是来的意思 因此呢 这就是 等一会儿 你再 打来吧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从上到下 再读一遍 大家再 记住 他的发音的方式 以及他的意义 喂 你都 是吗 没有电话号码 麻烦 你闻 将先生 听电话 他刚刚 走开了 等一阵 你再 打来了 我们希望不要忘记 这个 刚刚 就是刚刚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 不该用在 鱼头呢 就是有一个 不好意思的意思 然后呢 如果是 吻 那么就代表 是走 这个意义 好 我们来到下一篇 下一个段落 我们听 这个 那我们这一句 我们找出我们需要讲的词啊 比如说 是就是 然后这个 我们比如说 滴 很多时候呢 就是普通话之中的下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会表达成 你留下 我们就会说成 老呆 老呆 所以这是留下的意思 然后 好生 这个没有问题了 就是口信 就是说 你留下一个信息给他 你想留下 什么样的 一种语音的信息 或者什么的 这个我们会说成 好生 白 就是给的意思 白 就是给的意思 所以等于说 这一句 用普通话来念的话 就是要不 要海 就是要不的意思 这个海呢 在这里呢 我们要明白 它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如果是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 直接翻译 就是一事 也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呢 你不如这样 也就是要不呢 你留下一个口信 给他吧 所以这个 一定要记住呢 在这里呢 如果他是一和海 这两个一起用的时候呢 代表是要不的意思 你给电话 海 给的好啊 那么这句应该 应该对于大家来说 不难了 因为这个 给就是的 对吧 然后海 就是是 几多啊 就是多少 对吧 等于说 你的电话 是多少号啊 那么这句是 普通话也可以这样使用的 然后再来这个啊 等他翻来 我叫他 给电话 你了 也就是说 在这里呢 我们看见这个翻 翻反 就是回的意思 来 就是来 对吧 所以呢 等于说是 等他回来 对吧 我叫他 我们不要忘记 这是给的意思 这个很像 界面的界 这个词呢 在乐之中呢 这是 也就是给的意思 就是我给东西你 所以等于说 这一句呢 就是 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 我叫他 给电话你 什么叫给电话你呢 其实就是 回你电话 这个我们要 可以理解了 就是 如果我们 当我们说出 给电话你了 就是等于说 我在 给你打电话 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真的 把个电话给你 是这个 我们要记住的 或者说 对不住 首先呢 这个对 无助呢 就是对不起的意思 对不住你 我们普通话 说的一个 比较 比较 更偏向一个 一个 可能80年代 70年代 一种方法 就是说 我对不住你 就对不住呢 在粤语中 仍然是使用的 这个不呢 通过 来转换 所以是对不住 就是对不住 对不起 这个对呢 没问题 就是门 对吧 我们 对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都 刚刚我已经 讲过很多次了 这是这里 对吧 你就是这 这里 某 某 这个我们看见 这个跟有 差两横的 这东西呢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所以我们这里呢 是没有 信张的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是粤语常见的 一种 语气著词 因此呢 我们这一句呢 我们如果 连着理解 就是 对不起 我们这里呢 没有 信张的 我们这里呢 没有信张的 对不起 我的 你都 没有 信张 是这么一个表达 我们从头 我们再 读一遍 大家呢 希望能够跟随我能读 然后记住 一是 你留下个口信 给他 你的电话 是 多少号啊 等他 回来 我叫他 给电话你 对不起呢 对不起 我对 你都 没有 信张 给 不 然后我们 我们要这个部分呢 这一篇 这四句呢 我们要记住呢 就是这个 嗨 是代表 是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前面 都是个 一 一 嗨 意思就是说 要不 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 老呆 这等于说 留下 比如说我们是 我 我 希望你帮我做件事情 我 然后你 你要不记下来吧 那个这个 记下来呢 这个记下呢 在粤语呢 就是 给呆 所以我们这些很多 下呢 就是在普通话之中 这个下用在 这样场合里 这样语境下的呢 我们就会成为 呆 呆 然后就是 背 就是给的意思 这个 必须得记住 还有就是呢 等我们这个 翻蕾呢 就是回来 翻蕾 就是反 回来 反来 就是回来 然后 我们要过 是非常正式的 就是对不起 我们会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我对不住你 对不住你 然后我们这里呢 没有 是谋 某 我们这里没有 姓张的 这个意思 然后进入另一个 课文的第三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 就是 这个 这情况呢 是你打错电话了 你打错电话了 你打错电话了 这句普通话也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 语助词 是不一样而已 不好意思 打搞塞 不好意思 打搞塞 就是不 所以是不好意思 怎么叫搞呢 其实这个是 扰字 等于说我们就是 打扰了 但是这个打扰了呢 又跟打搞塞不一样 因为这个塞呢 有一个完全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句 我们完全用一个粤语的 我们把它转换成一个普通话 表达的话就是 不好意思 真的太打扰你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塞呢 但是它又经常会用的 所以这也是 粤语当中的 很多时候 比如像 不好意思 我想找谁谁 这个不好意思 和这个塞呢 我们都有一种 非常惯常的用法 是这么大家必须记住的 所以就是 不好意思 打搞塞 然后呢 我们来到下一句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见呢 这个 没问题 嗯 没问题 这个 还有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好像 这个 好像很像 但我们必须记住呢 这个 没有口字旁的这个 是 是的意思 就是 我是你的 是的意思 而这个 有口字旁呢 是在的意思 因此呢 这句呢 是 它不在着 斗 别忘了 这是一个 一个地方的 一个用词啊 比如说 某一个 某个空间 比如说这里 那么这里呢 这是一个斗 它不在着 你打他手机吧 这个没有问题 你有没有 他的手机 那么在这一句之中呢 有 这个 有毛 这个等于 有毛 是没有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 对吧 毛就是没有 你有没有 他的手机 什么叫 这个词 好像很奇怪 但是其实呢 如果我们 读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呢 是一个跟英文很像的 这是number 所以他就问的是 你有没有 他的手机number 但是我们很多呢 会将 我们粤语 很多的外来词 都是借来的 因此呢 都是通过英语 比如说这个 cutting cutting 那么这等于说 你剪裁很好 或者我们会说 购物 我们会说成 shopping 然后像这个呢 就是 number 就是一个number 的意思 等于说 你有没有 他的手机号码 因此呢 我们再读一遍 你打错 电话了 你打错 电话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他不在 你打他手机了 他不在 你打他手机了 你有没有 他的手机number 这个我们别忘了 这个虽然 英语 是读成number 但它有个n音 但如果我们用的 粤语呢 这个nl 是有些时候 不是特别分的 所以我们会直接 分成lumber 这是因为比较好 发音 的一个关系 这也呢 也同样的 就比较好像 这个n 为什么我们会 有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这个n音 发成n 而会发成l的意思呢 也是在于这个在口语的时候呢 更顺 所以我们可能会说成l l 而不会说成n 这是一个 一个粤语的一种 一种省略法 的一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